看哥哥就是為那個議題發生會不會有點害怕 就是哥哥好像麻煩在臉書啊什麼的 還蠻擔心的 但是他也是經歷了那麼多風雨 他應該也是可以handle了吧 所以哥哥私下在家也會跟你聊這些嗎 比如說社會議題 他就是平常話還蠻少的 但是不要扭到他那個開關 如果扭到他就會停不下來 所以他有跟你講過 對啊有啊就是因為他自己很多想法 可是我覺得蠻好的 你覺得跟他吵架的時候會無法跟他爭論嗎 沒有人講得過 我覺得世代在變遷 還是難免會有一些過程必須要去掙扎 那我也覺得沒有誰對誰錯 只是需要我們很耐心的去引導大家 比較有這些不要說正確啦 比較來改變大家一些既有的一些舊的觀念 比方說自己媽媽小時候其實是很想要有自己的工作跟事業的 但因為爸爸很疼他就會說 阿你沒關係不要工作我來養你這樣子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一生就奉獻在家裡 照顧兒女阿然後 扶養我們長大 這當然是很感恩 但到了人生的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母親都會有點失落 因為其實他把所有的青春都奉獻在這個家庭這樣子 其實有很多的夢想或他很想做的事情 並沒有機會去真正的實現到 我覺得時間都沒有too late的時候 我還是很鼓勵在鏡頭前面的爸爸媽媽 只要你還有一些夢想 還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即使現在重新拿起來 還是一樣可以過得很精彩 人最重要的還是 我覺得還是要為自己活一次這樣子 有意義這樣子 今天台股跌破萬點嗎 好像又有在臉說 因為我一下樓梯的時候我媽媽在看股票 然後我就看怎麼那麼綠啊 自己有一驚這樣 然後我就趕緊問我媽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媽就說川普發瘋 跟紅色要稍微平衡一下 就是跟男生跟女生一樣 要有這個相同的這個眼光 相同的角度去看很多很多世界上面的事情 之前那個陳一如他買到臭蛋 然後他就說他要問你怎麼辦 怎麼辦喔 就公雞跟母雞呢 也有相同照顧孩子的這個力量 這個男生女生也是一樣 要盡量的在這個社會上 有付出一樣的力量 付出一樣的貢獻這樣 啊